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因為臨時掙錢換將 所以我們要換一下檔案 剛才走過來是原來的影響者 修執行長 他因為這兩天 課上太多了 重感冒所以沒有聲音 那 因為他重感冒的關係 所以就換我來 我想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各位看得到頭螢幕上面的資料嗎 那各位有看到我的背景嗎 我想 這樣 如果大家一邊仔細看一下 各位會發覺我的背景很習慣 我可以做研究 我可以做媒體 我也管過一個你們最喜歡的行業叫KTV 去過好樂點的人舉手 沒有人去過好樂點 真的在講 那我 經過了幾個行業之後呢 我現在在做的是 一些比較奇特的事情 這兩個 這兩個裡面有一個就是今天來這邊 一老師邀來這邊叫 訓權師財商顧問 另外一個我在做一個叫做 疫情健康 什麼叫訓權師財商顧問 其實這個公司已經差不多六年了 最近我們在合作 是在跟中國信託 合作一個叫做台灣版的窮人銀行 我們專門輔導弱勢的族群 這裡面包括有很多的媽媽 跟很多的所謂的逆風少女 那我們希望呢 透過我們的協助 讓大家能夠脫貧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 其實最主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讓台灣的下一代 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的一個叫做 富足人生 覺得自己的人生 現在很苦悶的 就躺下這樣子 我看很多人大概一天要睡一覺 要躺下來 會不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很苦悶 還是大家認為自己的人生 還是認為自己的人生充滿了希望 還是認為自己的人生充滿了希望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的人生充滿希望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的人生非常苦悶 通通都沒有事 大概全部都睡著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現在社會對你們非常不公平 再批評年輕的一代 把你們稱為沒有希望的一代 然後呢 社會對你們的觀感就是 社會對你們的觀感就是 離開學校之後 面對的是 學貸 離開學校之後就開始復戰 好不容易就業完之後 存了一點點錢 想要成家立業 然後看到現在整個台灣的房價 你會發現 你一輩子又為了要房貸 那難不成你的一輩子就這樣子嗎 從現在開始看到的是 出社會 還學貸 然後呢 成家立業之後 一輩子三十年四十年 就為了你的房貸 這是你們要的生活嗎 有沒有人要過這種生活 還是希望 因為有一個好的老爸老媽 他過世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承所有的資產 所以呢 就躲在學校裡面 等到有一天 能夠繼承所有的資產 各位希望你自己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你的生命是由你自己選擇 別人無法決定你的生命 今天如果說我們在這邊 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大家願意給彼此一點機會 我相信 應該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那不然 你就可能要面臨著你的學貸跟房貸 過你的下半身 那我希望今天有一些分享 能夠讓大家看到未來是充滿期望的 其實要形成一個富足人生的一個基本關鍵 第一個 你要知道 其實你得到的越少 是擁有的越多 各位都滿18歲了吧 有摩托車 有機車的人請舉手 我想應該都有吧 你們學校這個 除了你們自己腳很壯之外 我剛才爬到後山去停車 走下來都已經全身大案 應該都有機車吧 機車應該是所有人18歲的夢想 對不對 那你們的機車是怎麼來的 爸媽買來的 是吧 所以你的機車都沒有故事 其實你們比我兒子好命 我兩個小孩都在念大學 我兒子18歲的時候跟我說他要機車 那我說對不起 我你爸當年的第一台摩托車 是工作了半年之後自己省下的錢 自己買的 那叫野人125 可以渡古代玩耶 所以呢 我認為 你的第一個 人生的第一個資產 你要自己去擁有 所以呢 這台摩托車 不准動用你自己原來的數據 你帳戶裡面任何錢 既然你想要他 你應該要去擁有他 想辦法擁有他 這個話講完之後 他也就鼻子摸著就不講話了 大概半年之後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兒子衝到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這樣子 老爸過來 我以為他要找我單挑 我兒子比我高了 快180 我說這次得罪了他什麼事情 竟然這樣子叫我老爸出來 因為他以前到辦公室 只會接電腦啊 接引擎機啊 接機有的沒有 竟然衝到我辦公室說 欸出來出來出來 我到我們公室前面的中庭 突然看到停車一台 YAMAHA RX150 就俗稱的檔車 對不對 你們大部分都騎小綿羊吧 很少騎那個排檔的 因為要點技術 而且車子還蠻漂亮的 一台150 然後呢旁邊盯著兩個 有毛釘的皮箱 騎起來看起來蠻像樣的 他還跟我嗆說 欸你這老頭子會不會騎這種檔車啊 因為大部分都只會騎小綿羊 他在挑戰我 我說你還沒出生的時候 我就在騎檔車了 你現在跟我講什麼 然後呢 這一台車子 他是從 不花一毛錢 從你 變出來 然後他只花了他半年時間 從此之後呢 這一個檔車 就是他人生最驕傲的一個故事 其實那個檔車的前身 是他在一個網路拍賣裡面 從一個70歲要送瓦斯的退休的歐利薩手上來過來 十幾年的歐洲 花了他一萬塊 然後呢 他又花了兩千塊 去裝兩個皮箱 然後當然他又把它弄得很乾淨 很漂亮很酷很炫 這樣子 那他是一萬兩千塊哪裡來 因為我不給他買摩托車 所以呢 他就到網路上去幹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他就到網路上去找 所謂的新車試乘員 那時候剛好 有光陽機車 有一個全新的車種 要上市 上市之前呢 他希望找一些年輕人 幫他騎摩托車 寫旅遊日記 寫部落格 所以我兒子那時候就因為 他老爸不給他錢去買機車 他只要自己想辦法 就在網路上找到這些東西 那山陽機賽不錯 四成員挑二十個人 那報名的人 你可想而知 應該一定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這二十個人呢 只要被錄取上了之後 就有一台還沒上市的 新的山陽的機車 讓他們去騎 他還蠻幸運的 他的寫了部落格 被公司錄取 所以呢 他那時候就偷偷的 騎著一台 還沒上市的新的機車 上山下雨 後來我才在 他的Facebook 發現 原來他還褲著那一台摩托車 跑到河灣山 跑到花東 跑到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呢 去住在廟裡裡面 去住在教堂裡面 就是為了要 寫那樣的一個比賽的週記 山陽機車給他們第一名 的獎金是六萬塊 第二名三萬塊 第三名兩萬塊 這個不是給現金 結果那一台新的摩托車是六萬塊錢 所以呢 你如果說 你拿到第一名 那台摩托車就送給他 然後第二名是折價三萬塊 第三名是折價兩萬塊 很不幸的 我兒子只拿到第三名 所以他只有拿到買車的折價款兩萬塊 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又幹了一個事情 他跑去幹嘛 他把那兩萬塊的折價 跟他那一台 還沒上市的新車 網拍 那很搶手 三個月的車子而已 他賣了一萬兩千塊 那一萬兩千塊 他就又去網路上面 再去找到 一個歐利桑七十歲的 亞馬哈 RX150 再網拍一萬塊 剩下兩千塊 買了兩個很漂亮的 置物箱 而且是那種很亮 亮亮的錨釘 就釘在那邊 其實這就是人生的故事 我那時候不給他買車 不是我買不起 而是我認為 十八歲 你既然要當一個成年人 大家對十八歲都充滿了期待 大家也都經歷過十八歲 可是呢 你的人生的態度 有沒有是真的 超過十八歲 是一個成年人 你對自己的所有的事情 有沒有承擔 其實 我們朋友在一起 你們跟同學在一起 其實大家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誰的故事多 從此之後呢 他到任何地方 都會喜歡跟人家聊 這樣從零到有的故事 那同樣的 他老爸也會到處去幫他 宣量這零到有的故事 更精彩的部分是 我兒子現在在那邊練大學 他的零用錢跟生理會 還有要把馬子的錢 都是靠這台RX-150 你以為他是載貨嗎 不是 RX-150這台車子 太久了 已經停產 也沒有零件 所以我兒子買了這台車之後 發掘 他就去參加RX150的一個 這個機車俱樂部 發掘他所有的同好 都有一個問題 車子壞了給地方修 奧巴掌也沒有零件可以換 所以他又幹了一個事情 他到網路上 收集所有可以收集到 YAMAHA的原廠 的維修保養手冊 再加上他認識一個 修車廠的老闆 他有一些庫存的名件 所以呢 他現在網路上面 賣維修手冊 一本賣300 而且要預先預約 當然他收到單純的時候 就跑到我辦公室的移印機去移印了 另外一個 因為大部分的人 車子壞掉 因為停產的關係 沒有維修的關係 所以呢 他負責幫忙調零件賺差價 所以他每個禮拜五晚上 都會去參加這樣一個聚會 他聚會除了去找同好 大家一起去取摩托子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去了解 現在誰 是他可以賺錢的對象 其實他現在才大一 他高中待會面四年啦 他是82年次 我想你們應該大概80年次 79年次左右吧 是吧 你們這大四 都幾年次了 我想他是一個小孩子 可是當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認為他已經長大了 那他這些獲得 我認為是因為我們給的少 所以他對自己的 整個的生命價值來講 他獲得的多 所以呢 我建議你們 你們現在或許已經有摩托車 如果說你夢想中 下一步是要開一台四輪車 是一台修理車 我建議大家 就把這個設定為你自己的夢想 憑你自己一己的力量 去想盡各種辦法 去獲得他 這樣的一個事情 不是說這幾十萬 你家裡花不起 或這幾十萬 你沒有辦法去用 信用卡借款 用分期去獲得 這裡面的差距是 有沒有這樣的過程 你人生 會有不同的故事 你人生的精彩度就會不同 所以呢 現在大家習慣 被照顧 那你覺得 你今天活在這裡 你今天未來還有四五十年 你還有一輩子 你想不想 成為一個能夠照顧別人 想不想 還是等著老爸老媽的遺產 就可以過一輩子 其實我覺得現在小孩子被批評 現在小孩子叫做 叫啃老族 然後躲在學校 然後被社會普遍價值認定 你們大學畢業薪水只有兩萬二 請你們不要相信這些壞人 這些壞人就是什麼 你們的 長輩 你們的師長 你們的父母 最重要的是 不要相信自己只能這個樣子 人家說你值兩萬二 你就自認為自己值兩萬二嗎 各位都大事了吧是不是 明年就要三萬二吧對不對 或是要考研究什麼了對不對 願意 領兩萬二的薪水的同學請幾首 都不願意嘛 那你憑什麼 領高於兩萬二的薪水 當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有什麼故事 可以去跟主考官講 我跟其他的大學生有什麼不同 因為拿畢業證書沒有用 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的 今天只要會拿筆的大概都可以大學畢業 所以當你在就業市場 當你在面對社會競爭的時候 當這些擁有權利的人 在歧視你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站出來告訴他 我不是你想像中的 那種水蜜桃 那種草 我的價值你絕對超過兩萬二 因為我有許多的故事 因為我可以證明 我一個人能夠創造的價值 是引高的這個數字 有沒有人希望這樣做 有沒有人希望 明年就業的時候 能夠有很多的故事 能夠有很多的證據 告訴interview你的人 你跟一般的大學生不一樣 跟一般的大學畢業生不一樣 那這些故事從哪裡來 這些故事不是你上課認真上而已 不是你所有的科目都九十幾分 人家就認為你會特別 你們要想辦法創造自己的故事 尤其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認為你們這一代 認為未來的年輕人 甚至最近的電視新聞有很多叫做到澳洲去打工人 是吧 去做那些澳洲人不屑做的事情 難不成我們的未來是這個樣子嗎 去做那樣的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 你即使兩年在那邊不吃不喝 然後存個一百萬兩百萬回來台灣 然後呢 人在職場的價值 或是人的一生的價值 是要不斷的被累積的 不是我留有一桶金之後 我就能夠變成什麼樣跟別人不一樣 如果說是人生是那麼容易的話 那你就乾脆叫你爸媽 在你的戶頭裡面存個一兩百萬 你這一輩子就會跟人家不一樣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萬貫家財不如一跡再生 這句話叫老生長壇 可是呢 面對未來社會的變動 這句話是真的 回想看看 從小到大 你們自己身上 有哪一些故事 是你自己覺得 你讓你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讓你自己覺得有種不同 趁你們現在的年輕 了不起22歲23歲 那你要想辦法 從現在開始 把自己放在一個 我要成為一個成人的立場上面 我要自立自強 我要證明我自己的立場上面 開始過你明天的生活 想辦法在這個過程之中 找到你自己的故事 更重要 有了故事之後 你會建立你自己的自信 就像我兒子 我對他已經放心了 因為他已經證明 他可以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求生存 他要的東西 他有辦法 有能力去做到 其實當我兒子還蠻辛苦的 我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我兒子小時候小六吧 小五還小六 有一天我就把他叫過來 我說拜託我跟你商量一下 好不好 我們再證明一次 你到底是笨還是藍 因為一個班只有三四個人 他小遇到小五 總是在28、29徘徊 28米、29米徘徊 然後呢 他娘 覺得很沒面子 因為左右鄰居隔壁 同學人家都從前面算來一二三名 只有他家兒子是從後面算來一二三名 然後為了這個事情 經常吵架 我在上班 唯一會被 我老婆從家裡打電話到辦公室找我 就這麼一件事情 又被他兒子氣哭了 不念書 那小六的時候我說 拜託你國小都快畢業了 你證明一次 如果說你是懶 不念 我會跟你媽講 以後不要煩你 因為你 你不笨 哪一天你自己真的想要念書的時候 你會自己好好念 那如果說 你是笨 真的很笨 而且已經五年來連續都倒數前三年 那我們真的要想辦法幫你找個方法 因為我們把你生的比較笨 想要想辦法輔導你 讓你至少跟一般人一樣 所以我們兩個答的讀是這樣子 你這次月考好好考 盡你的能力考 如果說前十年的話 我就會跟你娘講 叫做不要吵我 不要每天下課看到你就要逼你去念書 然後坐在書桌前 然後呢 書瞪著你你瞪著書 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 然後他看著你看著他 然後你媽盯著你 然後你也盯著你媽 然後大家在那邊蹬來蹬去 我兒子說好 結果那一次他考了全班第六五 從此之後我就跟他講 現在你媽也不會念你 我也不會念你 因為我們知道你還蠻聰明的 可是你是不是懶 你既然懶 你要為你的未來負責 因為我們沒有把條件 把你生的比別人差 可是呢 未來人生要怎麼發展 你要自己去負責 所以他就這樣子 就懵懵懂懂的去混到國中 國中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他第一次考七策 考完之後 他就東西丟了 說要騎個腳踏車去環島 那一次還考的還不差 然後做媽的都是一樣 看到第一次覺得還不錯 就覺得 你再第二次再考看看 應該會更好 然後你知道我兒子講了一句什麼話嗎 你們怎麼可能相信我的運氣那麼好 這一次用猜的全都對 你認為我第二次考還會都猜對嗎 所以他就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去 他要去環島之前 一個人喔 他娘又哭哭哭啼啼的 說一個人才國中剛畢業 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去台灣繞一圈 會不會發生危險 然後我跟我兒子只交代一句話 跌倒受傷甚至骨折都OK 你自己想辦法台灣人親土親 女人連人偷 人都這麼和善的地方 你還沒有辦法繞一圈回來 你就不要回來 你可以跌倒 你可以骨折你可以受傷 啊記得 要留一條命回來就好 不要不要真的太狠 他們剛剛整個都掛掉 所以他一個人七天 騎著腳踏車 台灣又繞一圈回來 所以他功課不好之外 其他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我們家比較特殊 我認為所有人的學習都要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們從高一到升高二的時候 就會丟到流放到國外去 就一個人背著背包 自己去留讓一年再回來 去當交換學生 一年之間我們不能去看他 他也不能回來 就一年 高一升高二那一年 就背著背包出去 然後一年之後再回來 他出去幹了什麼事情 他出去回來 回來的時候又在嗆我 他在笑我說 老爸你們這些台灣男人的夢想是什麼 各位台灣男人你們的夢想是什麼 開寶石井嘛 開VMW嘛 開賓士嘛 有機會碰碰法拉利對不對 是很棒 他自己交換學生運輪 他就跑到德國去 剛才那些講的車子他都碰過 而且他還更厲害 他去Porsche寶石姐上班上了一個禮拜 他怎麼去上 那個手段還蠻卑劣的 他去認識一個在Porsche上班的一個季工 那剛好一對夫妻他在Porsche裡面認識他們 那他跟那個人聊天 希望說他想進去Porsche裡面看看 什麼叫Porsche 在Porsche工作裡面是什麼 所以每個人都開著一台Porsche這樣 用用用用用 然後那個季工說好 我帶你進去 可是一個交換條件 你這一個禮拜 你要在我們家當奧舞 所以我兒子那個禮拜就住在他家 每天晚上 他夫妻跑去看電影去吃飯 他就在那邊當奶媽 當一個禮拜 可是天亮的時候那個德國人真的帶他去Porsche上班 去看Porsche 去玩Porsche 而且還 用Porsche載他上德國的高速公路 各位知道德國的高速公路是沒有出現的嗎 所以他拍了一張照片 發抖的照片 上面的時數表示260公里 在Porsche上面 那個Porsche的氣功在那邊做 有了這些經驗他就回來就笑了 你們這些台灣男人 每天工作的那麼辛苦 對不對 爆肝 弄了個半天還不用摸摸Porsche 摸摸法拉利 我已經都試過了 都玩過了 所以 如果說我們要談富足人生 我們要談人生的經驗跟故事 我覺得 其實各位都有能力跟有機會做到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從 成績的角度來看 各位應該都不會比我兒子爛 你們的父母應該沒有在高中的時候沒有收過那個病危通知書吧 各位知道什麼叫病危通知書 貴子弟學分數 可能 差很多 然後呢 可能無法畢業 我高三 聯繫兩個學習 收到這樣的病危通知書 請貴家長仔細叮嚀貴子弟的功課 我兒子考大學他只打算練兩科啦 國文跟英文啦 他其他都不念 因為現在很多的真實只看兩科而已 所以他其他科也都沒有去上 他每天跟教官作亂 然後我就每次看到這種掛號信的時候就 找他來說 拜託我唱最誰 學會都已經付了 你至少要換一張畢業真實回來 然後他每次都跟我講 老爸你安啊 我一定會把那張弄回來給你 你知道畢業典禮完 高中畢業典禮完之後 他會叫回學校去補考 一次一天補考六科 因為他真的學運數不夠 課也都沒去上 可是對我來講 我對他是放心的 因為除了成績不好之外 我覺得他的生命已經比我豐富 他敢去做的很多的事情 他的態度都比我堅定 比我堅強 他想要的東西 他敢努力去爭取 然後他現在在某個大學裡面混 混一個最好混的系叫做哲學系 對不對 是不是很不上進對不對 因為他的目的他想要回他的德國 他雖然念哲學系 可是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把大學部的德文 都已經修完了 而且分數都還拿蠻高的 他的目的是因為德國的大學 賽斯技術學院好了 德國念大學到國師都不用錢了 各位知道嗎 在那邊念書都不用錢 所以呢他一直想要回他的德國 繼續玩他的車子 所以德國的大學其他的國家要進去他們 轉到他們學校念大學 必須要大一之後才能轉 所以呢他老大從高一從德國回來之後 就已經打定主意了 他要繼續回去玩他車子的夢 所以呢他整個高二高三只念兩科 然後呢這個過程我們一直收到 學校的掛號信並為通知書 然後他現在有弄了一個學校在那邊念哲學系 可是他自己要的東西他自己很清楚 所以或許哪一天他真的就會跑到德國去 去修車場裡面去車場裡面 在德國裡面念一些書 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你們從小到大你們被要求的 或是現在社會上對你們的看法 導致你們認為你們自己的生活很苦夢 導致你們認為自己不快樂 導致你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未來 所以現在既然這樣子大家就一起放棄吧 我覺得這樣是蠻可惜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找到自己的未來 你們已經成年了 在法律上面你們可以完全獨立行使 你的自由意志 可是呢你是要被一個制約的人 還是你是要獨立的找到自己 讓你自己的未來的人生很有故事 其實看你自己 所以呢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 你得到的越少 會擁有越多 所以我跟各位真的很建議大家 家裡對你真正的好 其實不一定是真正的好 你要想辦法對自己真正的好 我在分享上個禮拜發生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是我們系上系友會的會長 所以有回去學校幫很多同學 甚至這個暑假 我自己弄了一個類似實習的計畫 讓學生提前到我公司來上班 體驗一下什麼叫做企業所需要的人跟水準 跟對於工作跟生活態度的要求 那那個計畫已經結束之後 我三十六個人來上班 我們現在只留下三個 其他的三十三個都被淘汰 其實淘汰率蠻高的 那上個禮拜我又回學校去的時候 有一個已經閉了業當完兵的同學 直接自己主動來找我 因為他知道我會到學校去 然後呢他希望到我公司上班 他到我公司上班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躲起來 他為什麼要躲起來 他家很有錢 住北投 他爸爸媽媽都是建築師 然後呢 他念資管 我知道在座也有念資管的學生 我是全中華民國第二屆的資管畢業生 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對於他來講 他不喜歡念書 他也不愛念書 可是他家裡因為條件很好 高中就把他送到美國去 他自己跑回來 在台灣念完大學 當完兵 他父母又要把他送到美國去 因為他什麼阿阿姨啊 什麼都住在那裡 房子也幫他抓好 然後車子也幫他弄好 他爸爸要叫他念建築研究所 他媽媽要叫他念資訊研究所 他自己不想念書 他本來要跑去一個日本料理店 跟人家學手藝 他覺得 欸好好做一個日本料理店 比在那邊寫城市快樂 你覺得他可不可憐 我最後告訴他 你自己想清楚 你這輩子要的是什麼 想清楚之後 你要回去跟家裡講 從今天開始 我不拿家裡半毛錢 我住的這個房子 住的這個房間 我付房租給你們 我要證明 我是一個獨立的人 那如果說他想清楚 他自己想要做什麼 我歡迎他來我公司上班 領我的薪水 可是他第一個 要讓他家裡知道 他是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想要過自己的生活 所以 類似這樣的例子 我只要告訴各位是什麼 別人的觀念 約定成熟的價值觀 都不是很重要 你要問你自己 快不快樂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是你想要的 如果說那是你想要的事情 什麼 都會有動機 什麼東西都會有熱情 因為這樣子 你的人生就會很複雜 我不知道各位的英文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英文好不好 我們不講英文 這一陣子大家哈喊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韓文都還不錯 對不對 韓歌會唱 韓文字都會弄歌 然後看到那些韓國天團來的時候 大家還會講很多韓文 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例子 你想看看 我經常在公車上 在捷運上面 看到那些高職的學生 那些小女生 那個學校 一看就知道 那個國文一定很差 英文一定不及 可是他們幾個竟然可以用日文跟韓文在聊天 請問各位 現在有沒有韓文課 有沒有韓文補習班 聽說最近有開始成立韓文補習班 這就是學習的動力 跟學習的熱情 他國文可以永遠考不及格 英文二十六個字母寫不全 可是當他哈韓哈日的時候 他韓文跟日文可以講得很好 聽得很懂 碰到天團來的時候 還可以講出韓文來 你們自己身上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們曾經為了什麼事情而瘋狂 你們曾經為了什麼事情 願意讓自己真的付出跟學習 這些東西才是你們真正要的 學習這種東西 其實是要靠你們自我 突破自己去發展 所以呢 你要想辦法 去找到自己的熱情 去找到自己的方法 跟方向 第三點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你到底是時間的主人 還是你永遠是過客 各位知道主人跟過客的差別嗎 每個人都是很公平的 全世界最公平的事情是 你是歐巴馬也好 你是乞丐也好 每個人一天就只有十四小時 這一天又一天日復一日 這些時間 對你而已 你是能夠去掌控它 還是你是在中百移動過程之中 的一個過客 這些時間對你來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其實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 尤其對年輕人來講 裡面我想在座都有很多 應該有經濟跟一些會計的背景 大家知道 負利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你今天如果說你叫做一百的話 你今天願意多一點點改變 讓自己成為一百零一 然後呢一百零一 持續乘以十次 二十次 三十次 那個數字是大的驚人 各位懂我意思嗎 其實要進步 不用那個 我想大家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一次考試考不好的時候 被罵了 然後大概小學都會幹這種事情 就自己做了一個那個文基奇武 然後每天只睡六個小時的功課表 對不對 決定要發揮土牆 應該都幹過這種窮事吧 然後三天之後就發現 他其實不是人過的生活 就放棄了 然後一切又回到重點 原點 所以這裡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其實人要進步 人要成長 只要你能夠當你時間的主人 你只要讓自己每天進步一點點 即使哪怕那一個percent 你每天有的那一個percent 或是每一個禮拜有的那個percent 只要你持續進步一個percent 時間會證明一切 時間會給你公平的待遇 時間會告訴你 你這樣的復生是值得的 可是呢 如果說你只是時間的過客 為什麼是時間的過客 因為現在師長 父母 社會 要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你喜歡的 所以你就想盡各種辦法 用盡各種方法 度過那每天的24個小時 那你就是時間的過客 時間不會因為你而留下來 而停止 他還是繼續走 那你很快的你會發覺 22歲 32歲 42歲 52歲 你還是個過客 因為你對你的生命 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呢 那偉大的力量 在愛因斯坦講的 唯一比原始蛋更大的威力的東西 叫做複膩 一個101乘101 那會產生很大的力量 所以 想辦法讓自己當一個成年人 想辦法承擔自己 想辦法做自己的主人 找到自己的興趣 你就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想 這個看起來很八股 我嘗試用著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自己家裡的一些求事 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 你們要想辦法開始慢慢 學習獨立成長 當自己的主人 讓自己 對自己開始產生了自信 讓自己能夠站在人前的時候 能告訴人家 你跟別人有什麼不同 然後呢 你會得到尊重 你會得到你的同儕的尊重 你會得到你師長的尊重 你會得到你父母的尊重 有了這樣的自信 跟他人的尊重的時候 你的生命才會複雜 我想我個人是一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 我們 就像我們邱執行長 為什麼今天那個聲音都發不出來 我們從上個禮拜就到屏東 然後呢 他接下來到台南 台中高雄 我們在輸導很多 所謂的弱勢族群 被社會遺棄的那群人 不管是父母也好 小孩子也好 讓他們知道 他們有機會站起來 他們有機會脫貧 對於一個曾經被社會遺棄過的人 我們都認為 他其實是有未來 只要他觀念正確 只要他找到方法 當大家一片對於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年輕人 喪失信心 然後呢告訴你們 你們這一代不行的時候 請你們要相信自己 原諒那些老人 今天社會會變成這個樣子 即使不是你們的錯 是我們的錯 因為 現在四十歲到六十歲的這一群 當權人 當權者 其實是 要為這個社會現在長相 負所有的責任 所以你們對於你們自己的未來 不要被這一群人 自己犯的錯 而要去承擔這個十字架 甚至呢 他們步步之鋒 認為自己就是沒有希望的一代 這是錯的 你們要永遠持抱著對峙你的希望 然後永遠相信自己可以做出很多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事情 你永遠可以突破前人給你的科救 你永遠可以站得起來 其實 這個社會不會遺棄你們 除非你們自己放棄自己 我希望能夠給你們一點信心 我希望你們自己也要對自己有這樣的期待 不要被媒體嚇壞 不要被這些副職輩 這些人嚇壞 他們嚇得了你 只有一個事情 你不帶走 你站不起來 如果說 你自己能夠真的站得起來 你自己能夠當自己的主人 誰都嚇得不了你 所以 或許大家過去對自己 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 或許 每天 就是要找很多方法 把時間 處理完 我希望 你們要想辦法去找到自己的故事 當時間的主人 不要當時間的過客 我想 後面這些 前面是因為我今天來接邱執行長的課 所以我自己 增加了一些內容 那後面這些 其實是 原來邱執行長準備的教材內容 應該有夠給各位了 好像可以download 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要前面講那段話 其實邱執行長準備了很多具體的事實 其實是對各位的未來是非常不利的 那我不想 我不希望就是說 一下子就把大家 又嚇得好像 看到很多的數字 看到自己的未來 又覺得很惶恐 先希望幫大家擋一下牆心針 其實這個社會 全部的資源在減少 其實各位不要小看這樣的事情 你們知道台灣 農田很多 看起來 水果蔬菜 稻米都不缺 各位知道台灣的糧食自主率有多少嗎 就是哪一天不進口的時候 自主率剩多少 猜看看 多少 六十 我告訴各位 台灣的糧子 台灣人自己種的東西 只夠給台灣二十八個百分比 台灣的龍兩自主率是二十八個百分比 所以呢 如果說發生任何事情 當所有的船不能靠近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糧子很快就不死 這個是資源減少的一部分 你知道現在台全世界的七十億人口 各位是在七十億人口裡面 跟人家競爭有限的資源 那台灣自己的資源在減少 因為減少的關係 所以呢 很多事情會變成 很形化社會 為什麼 有能力的人 資源越來越多 沒有能力的人就會被收入遺棄 所以我們經常可以同時在一個報紙方面 同時看到有人灰金如土 有人為了一頓飯 要燒炭殖殺 中間已經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 所以這個是一個殘酷的事實 可是你們不得不去面對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人口太多 然後資源太少 所以會慢慢的形成所謂的贏者同時 當根型化的兩端 你覺得你應該是在天平的南端 所以這個是你們不得不面對的真相 這個肯老子 跟各位講過 那個應該都認識葉少爺吧 在座應該沒有葉少爺吧 其實有很多的小孩子不是他的錯 因為他從小到大的環境 所有東西都被保護得很好 他甚至連一般的為人主事的道理 他真的都不懂 他真的都不懂 所以呢 你們要想辦法讓自己跳脫出那樣的一個循環 不是大人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不是父母要求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應該要有獨立判斷的能力 跟著自己心中的吶喊走 我真的想要做什麼 再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剛才前面我自我介紹 我有待過好樂底 那我在待好樂底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阿阿發唱片公司 那時候 其實只要管兩個人 公司一年大概就可以賺好幾億 那兩個人 一個人姓周 叫周杰倫 一個人姓江 叫江慧 那時候我是他們集團的總經理 可是呢每次那個員工尾牙的時候 我花的紅包都給他們買的啥 他們兩個一直就錢金 我可以花個幾萬塊 幾萬塊的紅包給同仁 可是他們拿出來都是幾十萬是百萬 可是你們不要看他的光鮮亮度的樣子 各位知道周杰倫 他其實只有高中畢業 他因為僵持性脊椎炎 他不用當免 在他出門之前 出道之前 你知道 然後他家裡又不信 你知道他父母離婚 他在阿阿發的 辦公室的沙發睡了三年 所以睡沙發成功 不是只有林書好 周杰倫也是睡沙發成功 一個高中畢業生 然後父母親離異 不苦無意的小孩子 然後什麼也不會 又不用當兵 他每天24小時 白天做打雜做小弟 當然那時候其實他是盧中堅很發覺的 後來是整個公司賣給好樂體之後 我們才把他接手過來 他當然有一點點小小的才藝 就會談談琴啊 坐坐詞啊 可是成為一個明星還差得往遠 家裡用面溫柔 所以他足足睡公司的沙發睡了三年 就是白天當小弟 趁大家都下班的時候 所有的keyboard 所有的鍵盤 所有的樂器 所有的東西 他一個人就在辦公室裡面 玩一整夜 玩到累早了 才在沙發睡著 然後呢 第二天早上在上班 要把他趕起來 其實他過了這樣三年的生活 慢慢的他才開始出上電 慢慢的他才可以成為三八點 所以不要看人家光鮮亮麗的外表 你要想看看 其實所有的成功都不是我們來看 那姜貴 現在叫二姐嘛 現在是台語界的大姐大 各位你知道他 什麼學校畢業的 他叫做勉強國中畢業 其實他國小畢業的時候 就跟他妹妹兩個姜蘇娜 在基隆的Nakashi裡面住餐 那國中是因為幾年 國教不得不畢業 所以他今天能夠有這樣的地位跟成就 其實 他們都跟著自己的心裡的那個聲音走 我就是喜歡這個 我就是愛這個 我可以二十四小時 為了這個事情 我付出我的情節 我付出我的情節 所以 與其當一個藤老族 當夜少女 即使家裡再有錢 開的車子再好 沿路還是被人欺負噴水碗 道不如我們讓自己從零開始 找到自己一個真正喜歡 願意付出的 願意投入的 然後透過時間 透過自己的能力 讓自己找到未來 我想 其實這是你們的一生 你可以看到你們現在哪一個 現在正在從就學要到就業的這條線上 你會發覺前面是人家幫你出的錢 中間開始出社會 要不要買西裝 要不要買皮靴 要不要買名牌包 要不要買房子 要不要買車子 要不要生小孩 要不要買 所有所有的費用 你都會慢慢提高 你有沒有辦法安詳晚年 在於你成本 極具增高的過程之中 你自己的收入 有沒有辦法高於你的支出 如果說有的話 你借有機會 在你年輕力勝 競爭力強的時候 所累積的資產 作為照顧你自己下半輩子 的一個基礎 所以 各位 應該看看就是說 你們 或許會很高興 可能即將離開校門 可能自己要 要出去就業 甚至要搬出去住 甚至要自己成為一個 所謂的上班族 那其實要告訴各位 後面還有很多的事情 要等著大家 那你的未來在哪裡 這一條線 叫做好人畫的 他把收入畫得比費用高 各位想看看 如果說你的收入是比你的支出低的話 那成果是什麼 那結果不是養黨退休 那可能叫做卡紐 到後來可能就是很多的 很多不好的故事 所以你們大事 現在面臨這個關口 那如果說看到這個關口覺得很可怕 不要 不要沒有勇氣面對他 反而說在想說去 弄個研究所繼續躲在學校裡面 我告訴各位 這一條群線 是時間的先後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 每一個人都希望有花不完的錢 對不對 有沒有人不希望 怎麼會有 花錢竟然有東西花會掉下來 你憑什麼會不願更有錢 因為你是葉少爺 還是我們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讓自己更有錢 那你要有錢的原因是什麼 你怕被社會淘汰 是不是 怕沒有能力養家活活 怕要娶老婆沒有人要嫁人 對不對 怕生小孩會養不起 怕要出國度假 只有買單程車 單程機票回不來 所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會讓我們去思考 我們要讓自己怎麼樣變得更有錢 除了這些方法 還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有另外一些其他的方法 會讓自己更有錢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有啦 怎麼會沒有 買樂透啊 對不對 其實 這是一個笑話 可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想 每一個人都希望明天會更好 對不對 在座有沒有人不想要明天會更好 都想要嘛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想要當大陸公 對不對 最好 那個中秋節 樂透加碼 就被你中了 可是這些事情都要有一點前提啊 最簡單的前提是什麼 你要中兩億的樂透 你也得要 願意從家裡走出去走到香港去 花五十塊買樂透嗎 不是嗎 各位有沒有發覺 我們每天都坐在自己 躲在房間 坐在家裡 再幻想自己明天會更好 有沒有 我相信都有 誰不希望明天會更好 誰不希望成為乎風 可是你要成為乎風 你希望明天更好 你連走到巷口去買個樂透都來 你還有什麼機會 這當然是比較極端的比喻 比較客觀的比喻是什麼 希望明天會更好對不對 自己想看看 今天是禮拜三 上禮拜三你做的事情 跟這禮拜三你做的事情 有什麼不一樣 一樣啊 一樣禮拜三下午導師時間 被迫因為要點贏 你只好來坐在這邊睡覺 對不對 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這是人通常會犯的毛病 每個人都要想到明天會更好 可是呢 你今天做的事情 其實跟昨天一模一樣 這個禮拜做的事情 跟上禮拜一模一樣 當你所有的做事情的方法跟態度跟精神 都跟過去一模一樣 可是呢 我們每個人都期待我們自己明天會更好 是不是很老笑 蠻好笑的 可是很不幸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其實都在做這樣的夢 其實 你們自己想一想應該很清楚 這裏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要想辦法破除你習慣 好習以為常的習慣 就像你要想要變富豐德 中六大樂透 你也要找到相口 你想要明天要更好 你要想辦法要去改變你的行為 跟做事的模式 那你想要出人頭地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行為模式看法觀念 跟其他人不一樣 或許剛才有一些老師聽得不是很舒服 就叫你們對那個師長跟父母要叛變 其實我告訴各位 我待過各式各樣的企業 你們自己也買過各式各樣的商品 有競爭力的商品 有競爭力的企業是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差異化 對不對 所以老師都有教嘛 你要商品要有差異化 你企業要有差異化 你才有可能在競爭裡面脫穎而出 可是你們想想自己 你們是被教育成標準化還是差異化 是吧 到目前為止都是標準答案 才有分數嘛對不對 來 在競爭力古怪的答案 可能會被揍成就這樣丟到垃圾頭 這不是教你們叛變 因為老師好幾個在現場 我待會可能會走出一個危險 我只告訴各位就是說 老師教的是一個基本的邏輯跟概念跟知識 還有一些思考的模式 重要的是你們要想辦法在你們人生裡面長到差異化 沒有差異化的東西是叫做沒有市場價值 如果說你跟其他的同仁 你看跟你的競爭者沒有差異化 同樣的不管你是要去就業 或是你要是創業 你是缺乏價值 其實我想很多的為什麼 大家其實都沒有好好問過 如果說好好問過的話 Facebook不是流傳一個嗎 大學錯學的 大學沒念完的 那些人叫什麼 比爾蓋茲 打工 看過這個Facebook的圖片 應該很多人 有沒有什麼感觸 其實我每天早上都會去台大吃早餐 我會走一走運動一下 然後再讓7-7吃早餐 我看到一個年輕人 已經大概做了很多年了 每天都做夜班 因為我早上運動 所以六點多七點他交班 每天都看他很疲憊的 這樣子 把那個圍兜兜丟下來 一個年輕的男生 然後很疲憊的就要下班去了 我忍不住的問他 我說你是PT還是正職 我看你做的做得久 他說他是PT 我說你是PT 你是為了要兼更多的拆還是怎麼樣 他說我也想做正職啊 可是呢公司人事動甲 所以他就持續的做PT 做兼職做計時人員 一個小時一百零幾塊 我已經看了他大概三年有了 再做個五年 他可能就三十幾歲 然後呢他的命運在等著什麼 公司的人事凍結結束 看有沒有機會從PT成為正職 他也是大學畢業 而且不是很差的大學畢業 是私立大學 不是很差的私立大學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年輕人的時候 我們只能講什麼 我們覺得很可惜 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努力 他其實找對地方 他會讓自己的生命更加價值 所以建議各位還要不斷的問自己為什麼 今天除了因為老師要點名之外 你應該要經常去想看看 你為什麼要出現在很多的場合 我想要找到原因其實不難啦 可是呢我發覺比較難的是 你自己不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來 你都有你想要 都有曾經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可是呢你現在過的這個生活 通常都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叫做符合一般社會價值觀念的期待 符合父母的期待 然後都是因為別人的關係 所以你現在只能這樣 啊我只是提醒大家 你們都已經二十幾歲了 在早一點五六零年代的台灣 二十幾歲的男人女人 都有價有取 小孩子都很大 像我這個年紀早就當 該當阿公了 各位懂我意思嗎 不要被一般 是是而非的觀念 所蒙蔽 不要被社會的價值所掩蓋 都忘了問自己到底在幹嘛 然後問到後來懶得問 就把很多自己不願意負責任的行為和模式 推到因為這個社會就這樣子 因為老師就是這樣子 因為學校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父母就叫我乖乖念書出去以後找個好工作 然後過一輩子 然後家裡老爸老媽幫你留個房子 你覺得這樣的人生會很精彩嗎 就這樣好像你去看電影 那個電影還沒開眼 你都已經知道結局了 你總會看得下去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們要想辦法讓自己的人生 要想辦法變得精彩一點 你就要去突破 外面的科技 然後呢把自己 那種習慣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等那種思維模式要把它拿掉 大前年一 這個我想是大家應該知道的 所謂的大師 你的生命為什麼是用別人的詞來衡量 你的名字是父母給的 可是這個名字後面的意義 是應該要你自己給你的 還是 因為 你被取的這個名字 然後算命先生說 我這個名字 就一輩子那個 普密 所以呢 就怎樣怎樣怎樣 各位懂我意思嗎 你自己的價值 為什麼要用別人的詞 甚至很多人相信星座 很多人相信八字 很多人相信很多 我不否認這個宇宙裡面 有一些我們不知的力量 可是呢 你知道大部分的算命的 都是有殘疾人士 Handicap 甚至有一些 台灣話有一個叫做 有殘疾金 沒有殘疾 蜡金的人生 那個就叫做算命 卡羅牌 如果說星座 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七十億人口 能夠分成十二種 十二種泰國的話 這個社會也不怎麼精彩 那 與其相信算命的 倒不如相信自己 與其用別人的詞再衡量 倒不如你自己 創造主人自己的高度 這是我們習萬奇的例子 叫你去菜市場 賣菜你會不會 會不會 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從小媽媽 爸爸就告訴你們 好好念書 不要像那個賣菜的這樣子 這麼辛苦 這麼可憐 這麼沒面子 是不是 有沒有 從小到爸爸媽媽 不是這樣 乖乖念書 好好念書 沒有就要去做工 像我們鄉下講 要求無事 要求得菜 所以呢 甚至現在要叫你們去菜市場賣菜 我告訴各位 你們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你們臉拉不下來 因為你們覺得一把菜十塊二十塊 然後呢 糟蹋了你的價值 對不對 同不同意 不同意的 你天早上跟我一起到環南市場賣菜 看你們敢不敢在那邊拿著一把二十塊的菜在那邊交賣 你們會賣的覺得很有尊嚴很自豪 陳樹菊阿嬤 人家什麼都不會 書都沒念 他就只會賣菜 賣出人心的光輝 賣出人家一輩子的榮耀 我們自認為自己都是念大學的 我們都是大學生 我們叫做四龍工商 對不對 我們是最高族群 我告訴各位 你們連最基本的求生能力都沒有 真的需要叫你們到菜市場去賣菜的時候 還真的沒幾個人 敢站在那邊拋走肉麵 拿著一把的十塊 拉客的 趁經論壘的賣 如果說我剛才講的事情 是你心中真正的有所體會 你們應該開始要改變你的生活跟生命的態度 不然你做不出像人家這樣一個菜飯 對於生命的價值跟對於社會的貢獻 這個聽起來有點諷刺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這是實話 你們都被寵壞 你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社會的競爭是什麼 你們還自視甚高 自認為自己比別人格料高 不相信你們這個禮拜天或禮拜天自己去市場 自己去那個三四點去果菜市場 去飽一箱水果或一箱菜 然後到那個社區的小市場去賣看看 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所以呢 人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你不要去做錯誤的期待 別人曾經灌輸過你的想法 跟培養出你那個莫名其妙的驕傲 在未來你們在面對市場競爭 在社會競爭的時候 你最好都要看清楚 最好都要想清楚 事實就是這樣子 職業真的無畏見 可是因為你們被交壞 被養壞 你們甚至連一些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會喪失 所以最好從現在開始去想一想 每個人都可以打造房金十年 其實人生還蠻有趣的 現在請各位規劃說 我給你十年的時間 不要十年啦 三年的時間 讓你去做一件事情 每個人心中一定冒出一堆想法 我覺得三年的時間 我一定可以好好做哪一件事情 十年的時間我一定能夠成就什麼 往前看大家都會看到光明的未來 我告訴你們 其實真的給你三年十年 你什麼事都做不了 為什麼 你自己回頭看看 自己過了你的三年十年 你做過了什麼 你能做什麼 所以呢 對於未來的期待 大家都是很興奮 大家都充滿了光明跟正念 可是這些夢想 他必須建立在很多很紮實的基礎上面 當我們在想像未來的黃金十年 未來的黃金三年 不只你們會有這樣的空想幻想 連我們的總統 都是這樣子在空想幻想 不是嗎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回想看看 不要讓自己掉入一個莫名其妙的陷阱 認為只要給我時間 只要未來給我幾個時間 我就可以成就什麼事情 想想現在 你能開始 落實具體的做哪些事情 比較重要 你不做改變 再給你十年 還是沒有用 其實我已經過到那個駱駝的尾巴去 我已經是在後面 其實你們看 你們中間 你們現在才剛剛要開始 你們現在的機會是什麼 你要讓你的收入的曲線 高過於你自出的曲線 唯一的機會是 你要現在開始投資你頭腦的資產 這個頭腦的資產 不是只有在學校裡面拿九十分 這頭腦的資產是 在九十分之後 你如何去 破除很多約定成熟的觀念 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去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呢 幫你自己 的人生做差異化 這才是你對於 你自己頭腦的投資 如果說未來明年 後年 或未來在職場上面 整個的狀況不好 然後呢 怪說學校沒把你交好 我告訴你 你就自己去撞牆吧 為什麼 因為你們大家都會上網路 各位知道現在透過網路 連哈佛的課程 連MIG的課程 任何一個好的大學的課程 你都可以在網路上學得到 所以 未來在職場上面受挫 未來在人生上面倒入坎坷 然後呢 千萬不要回頭怪 人家沒有把你交好 要怪 要自己沒有好好投資自己腦袋 課本到處都有 講義到處都有 網路各個名校的課程都有 老師也每天很認真的在教你 可是重點是 你沒有自己的想法 你沒有自己的熱情 你沒有投入 你沒有好好的投資你真正的腦袋 那就才是真正的麻煩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投資腦袋 你有比較好的社會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 錢賺得多不代表我們能夠存得下來 應該都學過資產負債表對不對 其實人很多事情都跟資產負債表一樣 大家都希望在社會上叫做名利雙收 又有錢又有名 人生是不是很快樂 點頭的你真的是個笨蛋 你資產負債表沒學好 當有資產的時候要記得 背後一定會有負債 不然不能叫做balance shit 就不balance 人生就不balance 有名的人有沒有是生活 沒有 所以如果說有名的人又覺得 哇自己可以靠著自己的名氣 胡作亂來 對不對 那你要小心狗仔 因為基本上你沒有隱私 因為你是公眾人 所以呢 這些隱私的上司就是你的負債 同樣的有錢的人也是一樣 不換狂、換不群 你老爸老媽有錢最好要擔心會是 子孫不下 對不對 王永信一死了 就完了 任何的家長都是會帶給下一代的一賭 一樣 你有錢人 沒有錢人你走在地上不用怕被人家綁架 你開賓士你就要小心不要開到暗箱 所以那是一種人生的態度 當你看到資產的時候 你要想到你的人生後面不在 其實這個表 有一點那個 對也有一點不對 其實現在很多人被罵說 你們對人生後面有責任 所以那個點真的會低一點 因為不娶老婆啊 因為不養小孩 養一隻狗也沒有花多少錢 所以可以不用賺那麼多 我想這個可能是你們未來在就業的時候的過程 要好好去想一想 其實 現在服務業那麼多 坦白講是 對你們的陷阱 你們都是跟商學相關的人 請不要輕易的就踏到服務業裡面去 最好我們能夠發揮自己的手材 服務業基本上是一個叫做勞力密集的行業 服務業基本上你無法累積你的一技之長 當然有少數成功的故事 從一個基層員工變成主管 變成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那都是那些死沒良心的老闆 為了要炒作股價在騙你們的事情 我管過服務業我管過連署企業 全台灣85家連署KTV 我告訴你 從企業競爭力跟賺錢的立場來看 基層的員工低層的員工 做服務業的基本上叫做可備取代性非常高 百分之九十的你就是在那邊老死一生 就浪費你的青春 浪費你的體力 因為服務業要的是年輕、熱情、體力 然後隨時每一年都有新的年輕人進來 你們隨時都可以被犧牲掉 如果說那個吸體牛排 如果說他們叫做有良心的話 他們可以照顧的員工更多 他們的獲利不會那麼高 他們的PD的薪水也會更好 各位懂我意思嗎 那些所謂的EPS 基本上服務業有什麼東西 服務業就兩個事情 原材料跟人力 各位覺得他原材料真的有這麼的競爭力嗎 原材料中間老闆部拿一些回購 經理部拿一些回購就有鬼了 真正擠壓出來的人力 各位都還是算是學有專精的人 不管你念資管你念國情你念什麼 記得要投資你的專業 即使去服務業你都不要去當端盤子的服務生 都不要去做外場的櫃檯 你應該從內場裡面 從洗盤子洗菜、切菜 開始做起有一天你有機會會從洗菜工 變成三竹、二竹、大竹 那可能五年之後你的薪水 是乘以五倍、十倍的 剛開始當然是很可憐 又湊又湊 然後看到外場光鮮亮麗的 送往迎來嘻嘻哈哈的 我告訴各位 有辦法要去找那個 又湊又湊的工作 可是你可以累積你的能力 而不是去做任何一個人進來 只要他是活著的人 都可以取代你的工作的假設 各位跟我意思嗎 所以服務業我看非常多 我也帶過服務業 我其實 我能做的 到後來只有在半夜到現場 去看那些可憐的員工 給他們打打器帶在宵夜 其他的 我有股東的壓力 我有業績的壓力 我做的真的很少 做的真的很多 那現在服務業是最容易吸引你們 這些大學行政人 可是 記得 那是一個陷阱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沒有能力才會有你的價值 你才會可能累積你的財富 沒有能力的話大概都很難啦 那如果說你的能力又能夠跟你的興趣 你心中在吶喊的那個聲音 你從小到大 曾經被人家很肯定過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你們真的要找一個時間 自己去好好盤點 去找回來 那個真的能夠讓你跟別人比重不同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你們要有個想法 離開學校之後你的癡癌 其實是還有40年 現在60歲要退休了 大概要到65歲 這40年從現在開始 如果說你找到自己內心的那個渴望那個聲音 你再花個三年五年重新來過 認真去做 我跟各位講都是值得 你就可以把後面的30年過得很平碎 重點是你要能不能找到那個你心中吶喊的聲音是什麼 你真的興趣的東西是什麼 你從小到大 你曾經做過最有成就的東西是什麼 最被肯定的東西是什麼 你會為了這個事情 你會為了這個事情而付出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說你現在還沒有 因為人生還很長 工作還至少要40年 你們都可以讓自己再重新來過 我想其實那個人生就是 離開學校之後 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的在做風險控管和評估 請不要相信那個 可能 因為你們都商相關了 看了很多成功人士跟成功企業家的故事書 對不對 都偉大英明 因為他做了什麼決策 他洞悉未來 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導致他企業成功 我跟各位講 那都叫放屁 那些偉人傳記叫做濃縮果汁 老師比較不好意思 可能有很多叫做成功案例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我自己當過記者 我採訪過非常多的所謂的成功企業家 我參與過他們很多的角色過程 其實沒有人會笨到 把一個明知道會失敗的事情 而叫公司下去下去執行 也沒有人 英明到就是說 我就知道這個事情是成功的 所以我就賭了公司的所有力量去做 這些成功人士的傳記 我們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濃縮果汁 很甜很香很好喝可是不健康 因為都是假的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你們對你們自己的人生 你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你要有主見 你要真的是親自下去做嘗試 這個很像PDCA對不對 應該有學過吧 你做計畫 你就去試 然後就去修正 我現在比較怕的就是說 低快 能夠掌握個人價值 現在有能力掌握個人價值的人 就不要舉手 就不要舉手 我覺得 我所接觸的 大部分的大學生還蠻多的 我希望說今天 要叫你們談所謂的未來的人生負責 第一個講再多的方法都沒有用 第一個要把你們腦袋敲洗 找到自己的價值 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們有沒有發覺 你們的人生 你們現在 像一個汪洋中的小船 這個社會說其實是這樣子 就像一陣讓打過來 你就往那邊飄 然後你媽媽在外面聽說 人家說什麼好 就這邊又打過來 你又往那邊飄 然後呢 每天就在那邊飄來飄去 然後自己到底要飄去哪裡不知道 然後呢 每一個來撞擊你的 來衝擊你的 讓打過來的 都是告訴你 就是說 欸 這個是為你好 這對你未來一定會很好 我安排的路 你只要乖乖照著做 一定會很好 就像我剛才舉的那個例子一樣 他爸爸叫他念建築研究所 他媽媽叫他念資訊研究所 每個人都為他好 你們身邊有沒有很多人要問 為你們好 對不對 不管是真的為你們好 或是講的為你們好 或是把你們罵一頓之後 最後一句都是說 這是為你好 是不是 從小到大我們都有很多這樣的經驗 其實他們都沒錯 他們真的都是為你好 可是這裡面發生了一個事情 因為你沒有定下來 你這艘船 毛沒有丟下來 你沒有Anker住 你沒有把自己的位置找到 所以呢 變成很多的Line 從四面八方打過來 你就不知道如何失利 如果說你自己有一個自己的中心價值 當這些Line推過來的時候 你那個煩 你自己可以告訴他 我自己在怎麼掌舵 所以不管是正面來的風 側面來的風 後面來的風 對你都是有注意的 因為你知道你的航向在哪裡 所以當有很多人都說 為你好想幫你嗎 然後你覺得很煩的時候 請你要回頭去想一想 是不是你自己沒有定下來 讓很多的這些助力都變成了主力 我想這也是另外一個角度在看 你怎麼樣擁有你的知識 擁有你的財產 擁有你的時間的時候 怎麼樣再去看待他 其實你們自己學商的 跟商相關的 我告訴各位 你們要有能力去判斷所有的金融商品 其實銀行是一個 金控是一個不是很好的行業 雖然未來各位有很可能都進那個行業 我只告訴各位 當你去看到那個辦公室 那個Lavie 那個服務大廳 他裝潢的越漂亮 他越好好把服務越好的時候 你就要越小心 基本上 那個都是在賺那個沒有良心的錢 最漂亮的都是哪裡 銀行的牢利對不對 銀行的錢哪裡來的 他自己是生出來了嗎 不是啦 他把你的利 把你拿1000萬來給你3%的利率 然後呢 回頭 分成10個100萬 每個都20%的利率 丟出去 不是吧 銀行是靠這樣在賺錢啊 對不對 那些旅專 全部都是壞人啊 沒有開玩笑的 他們有這樣的專業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的就是說 最漂亮的百貨公司的一樓 都在賣什麼 賣白天讓你用化合物 傷害皮膚 然後呢 晚上用保養品 再把皮膚救回來的行業 都在賣化妝品啊 都是在暴力啊 你以為喔 他們那個 請了那麼多年薪茂 然後做那麼老的服務 然後還是良心失業 將本求利 通通都不是 所以呢 當你們看到金融商品的時候 你們是購買者 你們要很小心 我們在宜蘭有輔導一個媽媽 她一天工作大概16個小時 一個月大概可以賺5月萬塊 可是那一天 有一天 她突然 又發錢的錢不夠 又要用信用卡 去借卡債 為什麼 因為又有一個保險推銷員 來跟她講 你孩子現在十七八歲了 對不對 十年後可能要娶老婆 你要不要幫她買房子啊 要不要幫她準備那個 娶老婆的錢啊 要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投資金保單 你每個月花多少錢 多少錢 十年之後呢 你就可以給你兒子 一筆錢 讓他去結婚或去成家 這其實都是 很高的財務負擔 對於一個 單親的媽媽來講 她在負擔所有財務的時候 對媽媽來講 的確啊 我已經在 讓我的小孩輸在七八點上了 那未來她成家立業 我是不是應該幫她準備一點錢 如果說這個保險業務員良心的話 保險是一種社會救濟的一環 她應該知道 她不要為了自己的佣金 讓一個這麼辛苦的單親媽媽 又陷入這麼高的一個財務負擔 所以呢 我自己在看很多的商品 你們自己要去看 只要能夠花很多錢登廣告 場面做得很漂亮 我告訴你她都是吸血鬼 不然她不可能花那麼多錢 所以基本上那樣的財務運作 你要相信她 你只有自己倒霉 因為她那個漂亮的大丁 大理石的地板 都是靠著你的錢 堆積起來的 那我們叫做訓錢師 為什麼 我們要教大家當金錢的主人 而不是當金錢的能力 我剛才一進來跟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們不小心 離開學校之後 就要開始被學貸 一不小心 還完學貸之後 一輩子要成為房貸的奴役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或是我們這個公司 一直在做的就是 我們叫做公益事業 良心事業 我們自己在貼了很多的錢 在幫助這些社會的弱勢團體 要告訴他們 就是要戳破這些金融商品 跟這些外面市場行銷所 造成的認知跟知識上的落差這些房子 所以你們 規劃你們自己未來的時候 你們要有能力去判斷 當你有限的資源的時候 怎麼樣每一步都是產對步 而不是要把很辛苦的 靠你的勞力知識賺來的錢 然後 莫名其妙的 就葬送在一些 被精密包裝過的一些 軌跡或是商品裡面 其實這個機會是還蠻大的 其實理財不是只有投資 或是股票而已 我想 剛才一直在強調大家叫做一個時間的觀念 一個福利的觀念 你只要把 你其實現在的資源叫很有限 你只要做對的規劃 透過時間的力量 它會給你帶來 你意想不到的成果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你必須要把能力 把你現在的情境 跟你未來的夢想 中間透過幾個構面 去構思一下 那細節 我想你們都是相相關的 應該可以看看大概就清楚 我就不贅述 其實你們現在自己有自己在記帳 有自己在管控自己的收入跟資助的人 有很多嗎 應該不會吧 反正缺的時候就是打個電話回家 或是你媽會很高興 我兒子好久沒回來的 趕快走一道錢 抄著再順便弄個紅包 然後他就會很開心的走 這樣子 其實這都是叫做小小的習慣 你應該要想辦法從現在開始 知道你每天花的錢 每個月的支出的結構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誰剛才跑進去叫他弄工 快跑起來 提醒我時間到了 我想這裡面還是有很多風險 這個其實你們應該都有消 各種商品各種風險狀態 我想你們都上過會計 財務報告都看得懂 可是你有沒有看過自己人生的財務報告 你一年下來你自己的收入跟成本 支出預算更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一個健康的財務報告 其實不要相信那些人告訴你說 固定獲利率是幾% 其實那種商品都是有問題的 包括現在大家看到房地產好像執展不低 如果說你在場委看一下 你去看看資本 你就知道那是什麼樣的財務 你就知道那是什麼樣的財務 抱歉 因為這是我們邱執行長的那個 PowerPoint 第一次幫他剪 所以時間掛所以比較差 一樣資產負債的嘛 有資產要看到負債 只要有人告訴你 他提供你的是一個高報酬的機會 請相信後面一定叫做高負債 就是balance sheet 這是一個所有的人生 包括財務會計人生的一個基本概念 希望你們記得這個事情 這個更能 耳熟成長的人家窮 所以就開始在剪 剪那個汽水瓶在賣 我想今天要想要再度強調的就是 不要看到你的資產是從錢 是從財務的角度看 因為你們年輕 我一直要提醒的是 時間是你最大的資產 從現在開始 你讓自己的腦袋清洗 找到自己的樂趣 你的時間會帶給你 高於你想像中的財務價值 這個表很有趣 其實你的人生的最大價值是你每天 最公平的是五天的請時間 你是怎麼去應用他的 然後呢 剩下的時間 你去當從業人員 你去被害人的時候 老闆是怎麼給你薪水 可是兩個圖你去比較 如果說你願意留一點時間 投資你自己 留一點財富 投資離下你自己 你的整個時間 你有跟你財務的一些狀況 會不會太遠 我想還是強調是時間 這個狀言 我極力推薦 有空讓自己半年 三個月 一年都好 就當著背包客 去你想要走的 你好奇的 你想去的地方 去自助旅行去看一看 記得喔 不是參加旅行團 不是豪華郵輪團 自己想辦法去你好奇的地方 走一趟 老師應該有告訴過你們 差異化才是商品的價值 才是企業的競爭力 要問問看自己 有沒有能力幫自己差異化 最後 我還是跟大家講 所謂的富足人生 的關鍵 想辦法讓自己取得最少 你才會永遠最多 想辦法讓自己改變自己 沒有人幫得了你啊 不要再把藉口放在別人車上 那也希望呢 你們從此之後 有機會讓自己站起來 不要被我們這些老人 所創造的這個客觀環境 跟你們 對你們的評語 讓自己對自己放棄 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想辦法做一個獨特價值的人 讓自己有很多故事 跟別人分享 那抱歉時間有點掌控不好 那感謝大家的耐心 謝謝大家